好 那请各位来准备一下 我们怎么样在Arduino上面去做测试 当然首先各位要先准备一下Arduino的硬体 然后跟接线 然后它硬体怎么接呢 然后因为设法也有关系 我是把它录在另外一段的画面上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在另外一段的影片里面 要跟各位详细介绍一下 Lola的接线跟Arduino这边要怎么去接在一起 那我们请各位稍微看一下那段影片 好 那等各位做完之后呢 请你先确定一下你的驱动程式是有进来的 来 先确认一下你的驱动程式是有进来的 然后首先是先看一下档案中置管理员 先确认一下你有这一个驱动程式 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找不到那个设备就白忙了 所以各位先丁信一下那个画面 然后确定一下你的Compost呢 是有Arduino Uno的这一个画面 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Arduino Uno 好 那我们先从无到有来重新做一次 那我当然各位知道我现在已经装过Arduino了 那因为这影片为了让大家比较完整性 所以我们请各位在Google那边打个叫Arduino Download 那我也会建议各位稍微抓一下最新的版本 因为曾经有客户跟我们 曾经有人反映说旧的版本呢好像有问题 没有错好 我们稍微测过 大概2015年之前的版本都会有问题 那我会建议如果Windows的用户的话呢 请你用Windows Installer 这样它连驱动程式都会一起帮你装 好 那点选之后呢 请你就选Just Download就可以了 那看各位要不要捐钱 给Arduino的设备就跟各位在自己洗好 那下载完之后呢 安装的方法就跟一般般的那个软体的 安装方法是一样 请就下载完之后 然后一直按点选点选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 各位就稍微就一边装咯 好 它刚才讲说我一定要Uninstall 那我稍微先把Uninstall完之后再install 那各位一定有种管 那只是我为了要重复到有人给大家看 所以再重新装一次给各位 我先把画面暂停 先把它移除掉 然后等下是重新装 那你把它移除了 现在重新装子 好 然后按Run就可以了 好 然后同意下一步下一步 然后安装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Programmo File Arduino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接Arduino的时候 会因为它找不到驱动程式的问题 这么烦恼 那么刚刚会请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Programmo File Arduino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驱动程式放在那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稍微指一下安装的路径 好 那当它安装的时候 我们到Programmo File给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说各位在装完之后呢 你的Arduino的板子找不到驱动程式呢 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在这边 它这边有个Drivers 请指到这边就可以了 指到这边就可以帮你把驱动程式给灌起来了 所以跟各位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Arduino上面 在装置管理员上面没有任何驱动程式的话 可以从这边去装 好 那我会有个建议 就是各位在照位装置管理员装完之后呢 再稍微看一下下 那我先把它移除 先把它拔掉 从现在让它装完之后再来 好 那既然它安装会有一点点时间呢 我们请大家先把SampleCode给抓下来 SampleCode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透过官网的部分稍微找一下下 它在Github的里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在这个路径 好 不然的话你就找一下 iFragLab就是这个编号型号在Github上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SourceCode的部分 各位可以透过这个完整SourceCode下载下来 稍微看一下它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 好 那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的把通过Zip的方法 先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这一整包哈 我们把这一整包下载下来 还蛮小的啦 因为它全部都是原始程式 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哈 里面有Gateway的啦 有Aduno的 也有Python的 然后也有一些硬体的一些相关资料哈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专攻这个Aduno的部分哈 好 那我们就先把它打开 拜拜 好 那好 好 同时间多共哈 好 那这个时候它会要求说 你们有没有办法安装这个去动程式哈 当然全是啦 像这个Aduno我们的啦 好 什么就先Aduno呢 帮各位装一下它那个去动程式哈 不然很多啊 呃 微却用人身头都会找不到哈 好 稍微等一下哈 好 稍微等一下哈 好 我们先让它下载下来哈 好 那我先把Aduno这部分先装完之后 我们下段影片再跟各位讲一下这个Trival的 就是Aduno的SEN POCO要怎么去设定跟使用哈 把他同时讲两个 把大家搞混 好 那Aduno的安装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把他给下载下来 然后一直安装 然后什么都说是是是是是 好好好 嘿 可以可以可以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等到全部盘 跑出去来做的哈 当然 嗯 这个Aduno可以有其他平台啦 像有Mac的啊 Ninix都可以哈 像我平常是用Mac的啦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那当然有一个叫Com 嗯 Completed的部分呢 就跟各位讲一下哈 这已经安装结束了 那就各位按个Close就可以了 然后各位呢 应该可以在桌面上 或者说在我的程式景里面 就会看到Aduno的这一个专案哈 来 各位可以找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用打 用搜索就可以了 Aduno就可以了哈 好 然后稍微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就代表 好 如果一切都起得来的话 就代表成功了 那我也建议这个时候呢 同时建议可以把你的Driver 把你的Aduno呢 板子呢 接到电脑上去哈 好 请把接上去之后呢 稍微看一下下哈 稍微看一下下 到底有没有这个去用程式哈 然后他会跟你讲说 哎 Install 收费 然后找到 嘿 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什么 Aduno的Compo哈 好 那我这边是15哈 一般来讲各位应该不会这么高啦 因为是用模拟器的关系 用那个VMotion的部分哈 所以我们先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 那么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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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一般的程式怎么烧呢 我们先讲一般的啦 那一般来讲的话 它这边会有个LED灯哈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它 Sample Basic Blink这个 哈 打开一模一样的哈 嘿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Sample Core的Blink程式呢 稍微把它 呃 烧录一下 那怎么烧录呢 很简单哈 首先先确认你的版本 叫什么名字 像我的是Geno 啊 你怎么知道你板子叫什么名字呢 嘿 你去找一下你的卖家哈 问一下 或者说你把盒子呢 或者说把印刷的板子上面 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关键字叫Uno 没有Uno叫Neo 一般来讲是Uno Neo 这两个最多 然后有的可能是叫Mega 应该这三个板子哈 然后像我这个是Uno 所以先选第一 所以选上Uno 第二个Pol的部分呢 依照你什么 依照各位实际的这边呢 去找一下Nacomple 好 第三个部分呢 嘿 这样好了 第三个就稍微上传 那如果说各位成功的话呢 就会看到这个板子的程式呢 就会启动了 然后各位就可以看到那个 你的设备呢 就会等一下就在那边闪了 闪了闪了 嘿嘿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上面会有LED灯了 那LED灯就会闪烁了哈 所以各位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看到 呃 实际的情况 好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上面已经写 呃 就是那个 呃 什么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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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un Upload Uploading 那所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它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呃 已经把程式给上传了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设备 到底弄得怎么样呢 那其实很简单哈 那各位只要把那个 嘿 只要 各位只要稍微把你的设备呢 嘿 稍微借一下下哈 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哈 好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下哈 那如果说你自己启动了之后呢 嘿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板子哈 那虽然这段跟Lora没关系啦 它只是一个Arduino的教学哈 所以各位稍微看看意思哈 如果你之前都会的话那没关系哈 你就稍微 呃 了解一下这个在忙什么事情就可以了哈 好 那我这边故意打开一个那个 呃 USB 哦 就是什么 呃 Webcam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这上面会 闪灯的情况哈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个这个 依照这个闪灯 就是依照你Dun to the Arduino上面 的时间差呢 嘿 就是 你的时间如果越短的话呢 它就会闪得越快哈 嘿 然后如果说越长的话呢 它就会 那不一样 就是各位可以试一下 把这个时间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哈 就是改短一点点 嘿 就可以看到它闪烁的情况 好 那各位先试一下哈 先确认一下 Arduino这边可以 修改它的 闪灯 嘿 这样的话可以证明 说你的Arduino这边可以 呃 可以启动 然后并且可以执行 呃 相关的设定哈 好 那我们下段影片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怎么跟Lora这边去做结合哈 好 这边是阿富贵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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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